为了达到佛教圣歌的普及 袁兆寺敬定法师也特别创作了《众福之门》清唱剧 高雄袁兆寺住持敬定法师 晋山已有30周年 他将菩萨的悲愿教化 推积至广大的民众之中 以接引社会人士来学佛 今年因为新逢敬定法师 晋山30周年 在一系列的活动中 上周在大东艺术中心 也举办了一场《众福之门》清唱剧 这次演出的缘起 敬定法师提到 30年的个庭 前十年都是为了接这间古事 来建设 来打拼 第二的十年 为了奉法 江京创伐 后来 当中音乐大师 黄友帝教授 所以就开始做音乐 他做剧我做书 就这样来用音乐 以夜教肖 以夜宏华 用音乐来宏华 这将近 在买二十年 这二十年来 小夫说一句话 说唱得比说得好听 所以 我这样用 这个唱歌的方法 来江京刷法 你们如果听来听我们唱歌 我们那个歌手 就是在江京 就是在讲道理 希望说 你们来听我们的歌 你会了解啥 因为我们营兰 所在要念的就是叫做 中国资本 中国就是说 种种的福报 福报这么多 但是要对对一个文句 对对中华文句 众福之门演唱会的 那种和特色 乃由静定法师 将地藏菩萨的圣基典故 编写成清唱剧 再由国宝级音乐大师 黄友帝教授编曲 期盼借由佛教音乐的传扬 以音声来滋养大众心灵 法节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采访报导